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介绍这一棵 这一棵是一棵 有一个 蜡子的花朵 然后里头是红芯的这种兰花 那这种兰花原产于 中国啊 原产于辽国 缅甸 老挝啊那一粒那个地方 那其实它是一种原生的兰花 原生的石壶兰 这个是在市场上偶尔可见 偶尔看不到 那这种叫什么呢 这个其实我很喜欢称它叫做傲娇的 那个石壶兰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石壶兰 就是你给它好一点的环境的时候 它就不开花 它就一直长叶子 它就变一棵草这样子 如果你给它不太好的环境 其实它就来花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一个石壶呢 叫做古锤石壶 那它的样子 为什么叫古锤石壶 因为它的应该是这个吧 它的执金长起来像那古锤的样子 这个叫古锤样子 那这种叫古锤石壶 那古锤石壶呢 它的原产地是在500多公尺 到1000多公尺的山上 那在平地也可以活 而且活得还不错 那它 我觉得它的花很漂亮 但是它的花期不长 它花期最多一两个礼拜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它 种的种的蛮辛酸的 跟那个灯笼石壶 假设你有种过灯笼石壶的话 你就觉得很像 那就是种了很久以后呢 然后开个一个礼拜的花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培育的乐趣 为了就是要看它开花 但是 我就说它很傲娇嘛 它很容易不开花 很容易就给你 今年就没有花了 像我今年我手上有三盆 三盆骨锤石壶 就只有它有花 其它都没有花 其它养了一年 两年 其它养两年 没开花 就不开花 那不开花就算了 而且还种的白牌胖胖的 那这种石壶就是这样子 这叫骨锤 那骨锤有分好几种状况 一个就是这种 有新的 这样有那种红色的新的 有些是没有的 就是你有看过那个黄金 整个黄金色的 所以其实它又有人叫它黄金石壶 因为这个 这种中文命名 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因为 它没有很精确的名字 大部分就是用它的外形来形容它 我们中文名字去形容一种兰花 或一种植物 常常都会利用外形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会混在一起 岔开话题一下 假设你有玩过 以前有研究过 像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上生药学的课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其实像人参 在古代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都叫人参 很多植物都叫人参 但是因为 后来渐渐的把它统一以后 才发现人参 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叫人参 因为以前 地大物博的时候 然后各个 而且都用画的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的清确 所以到现在呢 比较好的命名方式 我还是觉得是以学名的方式 去处理是最好的 就是种名跟属名去处理 就是单一物种 针对单一个体 这个是最好的 那可能因为不同的变异性 后面会再加上不同的名字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很精确 我只要打到这个学名 它就跑到这个兰花出来 那当然有些像特殊个例 像红贝壳黄贝壳 这两个东西 还被命名在同一个区域里头 所以你打红贝壳的学名 跟黄贝壳的学名 可能两个都会跑出来 那贝壳15是比较特别的 那就没办法 因为没人把它分开 照理说应该要分开才对 但是可能他们还不到差别性的差别 那骨垂石壶呢 我觉得它蛮耐干的 如果它生长环境 它是一种很耐干的石壶 它不需要到很潮湿的环境 我听说啦 听说在原产地的地方 很多人都把它丢到屋顶上 因为这种骨垂石壶可以长很大颗 很大颗很壮 因为它那个植树 植树可以到很大颗 非常的重 那有些我在听所听以前的兰友去过原产地说 他们就是把它们丢到屋顶上去 然后每天的每年的春天 就会在屋顶上开花 因为原产地其实还蛮适合种这种东西 它只要放着应该就会活了 不像我们还要细心的照顾 或者是给它充分的环境 那原产地应该是不太需要的 好 那你看它其实有很可爱的栖栖 我觉得还蛮可爱 还蛮漂亮 可惜就是它花期短了一些些 它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多一点点 到两个礼拜的花期 跟那个灯笼石壶的花期很像 灯笼石壶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它开花很短 一样一阵子就没有了 OK 那这是介绍今天的骨垂石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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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